Video Next 私家厨房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私家厨房 我是SixSensus的Denise 過幾天就是中秋節 今日我就會教大家做幾個 合適帶去上月的小食 包括有 冰酒冰皮月餅 金柚朱古力春卷 月半彎 和華莓洋土物 待會大家看到有什麼不明白 不要緊 可以上網留言給我 我會盡快解答你們的問題 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馬上來看看 冰酒冰皮月餅怎樣做法 冰酒冰皮月餅 材料有 糯米粉 煎米粉 麵粉 糖 奶 年奶 油 膏粉 冰酒 雜錦下廟 工具有 蒸架 單餅煎盆年蓋 月餅膠模 將麵粉 煎米粉 和糯米粉 放入大碗裡攪勻 然後加入油 煎奶 糖 和奶 搞到完全混合 倒入平底的不鏽鋼 裡面 用微波爐保鮮紙包好 放入鍋 用大火隔水蒸10至15分鐘 或者倒透明 將熟粉糰趁熱搓勻 攤冷 用保鮮紙包好 放入冰箱冰兩小時 在冰箱把粉糰拿出來 壓平 放入冰酒 一邊加適量的糕粉 一邊搓到滑身 然後分成8份 拿一小份粉糰壓平 讓入大約25克的餡料搓完 將粉糰放入餅模 壓出圖案 然後放入冰箱 冰大約12個小時就完成了 冰皮月餅很普通 但是用冰酒做的 都是第一次吃的 我們做冰皮月餅的時候 如果想出來的效果更加滑陋 可以用高粉來做的 高粉的做法 其實就是用糯米粉 放在平底鍋 用小火慢慢焊到牙式為止 就可以了 平時我們上月 都會吃沙田油 或者其他水果 今天我會和大家做 這個金有朱古力春卷 味道很特別 大家可以看看如何做法 金有朱古力春卷 材料有 沙田油肉 鮮忌廉 鹽 黑朱古力碎 蛋黃 橙酒 春卷皮 蛋 油 工具有 單柄煲 素 單柄煎盤 長筷子 攪拌機 將沙田油 鮮忌廉 鮮忌廉 和鹽 倒入鍋裡 用中火煮熱 之後離火 將朱古力碎倒入攪拌機裡 加熱油肉 將打勻 再加蛋黃 和橙酒 打到均勻 將朱古力醬混合物 倒入已經鋪上石子的焗盤上面 放入冰格冷到實身 然後拿出來切成半寸的條狀 在春卷皮上面 塗上蛋漿 放上一條朱古力條 捲起成為桶狀 再放入冰箱冷十分鐘 燒滾油到175度 放入春卷炸到金黃色 拿出來拿乾油就完成了 朱古力春卷味道很特別 小朋友一定喜歡吃的 我們炸食物的時候 油一定要夠熱 它溫度大概是175度攝氏 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木筷子 放在油中間 如果見到很多泡升氣 即是說油夠熱 要記住 我們不要一次過放那麼多下去炸 分幾次分幾次下去炸 炸出來的效果就會很金黃色和很鬆脆 第三個菜就是月半彎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張學友的歌 其實就是焗牛肉 我們今次做出來的效果很金黃色很鬆脆 好像月亮那麼漂亮 不如看看怎樣做 月半彎 材料有 熟蛋 洋蔥 蒜蓉 小茴香粉 奧辣缸 碎牛肉 提子乾 蕃茄汁 急凍酥皮 鹽 胡椒粉 蛋漿 工具油 丹柄煎盤 石子 幹面漿 開中火燒熱鍋 落油 蒜蓉 洋蔥粒 炒至軟身 再加小茴香粉 奧辣缸 炒均大約一分鐘 再加入碎牛肉炒熟 然後加胡椒粉 鹽 提子乾 和番茄汁拌勻 煮大約五分鐘 到肉汁略略收乾之後 就不起攤凍 將酥皮切成六件 然後拆開 將碗吸上酥皮裏 裁出直徑大約六吋的圓形皮 將三湯匙餡料和兩片熟雞蛋 放在酥皮上面 圍著酥皮邊 沾上少許水 摺成半月形 然後掃上蛋漿 放在已經鋪上石子的焗盤上面 預熱焗爐至180度 放入牛肉角 焗15分鐘到酥皮呈金黃色就完成了 這個牛肉角果然很香脆 大人小朋友也對 我們做月半彎 如果家裏沒有焗爐 不要緊 可以用油來炸 溫度是175度攝氏 以及用中火來慢慢炸 炸到金黃色就很漂亮 很多時候大家會在中秋節吃很多月餅 如果有一個很消制的飲品就更加好 我今天就用了華梅和羊肚來做一個特飲 大家不如看看怎樣做法 華梅羊肚物 材料有 羊肚 華梅 糖 桂花糖 梅酒 清水 工具有 單柄煎盤 將已經洗乾淨的羊肚切片 將華梅用清水浸大約2個小時 將華梅水倒入鍋裡 加麵、加糖 用中火煮均 大約到半杯的份量 然後倒起、攤凍 將羊肚片加入華梅水、梅酒、桂花糖 然後放入冰箱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羊肚浸過華梅和桂花煮的糖水 特別清甜 我們買羊肚的時候 最主要看它的色澤和豐滿 如果我們見到羊肚是比較過熟 和有黑邊的 就不要買了 很快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抄不切食譜 可以買份蘋果日報 或者上網重溫 好了 我不跟你們說了 我要趕著做月餅送給我的朋友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拜拜